《新移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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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外科的第一台手术 也是肝臟移植 当时看到了新移植上去的肝臟 由冰冷的 到恢复血运了以后 我也看出了一个生命的鲜活 也就因此开始了 我肝移植的人生 我是唐雅丽 来自于澳门 目前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工作 负责七万移植管理办公室 同时我还是一个肝移植的医师 1999年12月19号的晚上 澳门回归祖国 我们一众的高中同学去到了伊斯汀前地 我们在那里看直播 我们听着国歌 还有我们的国旗升起的时候 大家非常非常的激动 同时那一段时间 刚好就是我们高考报学校的时候 在那一段时间就很坚定地 报考了国内的大学 我报了中山医科大学 一毕业我就进了医治科 尽管在内地的收入可能不比澳门的高 但是内地的医学学习会比澳门更好 特别是医学的继续教育 所以留在了内地 可以这么说 也算是对于工作的一份追求 也算是对于中山医精神的一种情怀 我实习的外科的第一台手术呢 也是肝脏移植 当时看到了心移植上去的肝脏呢 有冰冷的到恢复血运了以后 热热的红润的 那我也看出了一个生病的鲜活 当时非常深地触动了我 那我突然间就爱上了这个专业了 也就因此开始了我肝移植的人生 肝移植的确是比较耗体力 它除了外科要求非常精细的以外 比如说我们需要把肝脏相关的一些管道全部都断了 然后再重新接回 我记得有一台手术是一个活体的肝脏移植 也是一个澳门的病人 他是一个侄子捐给他叔叔的 我记得当时是早上8点多 开始做第一台的供体的手术 就捐腺的手术 那么做完了应该是下午的三四点 然后稍微吃了一点点米饭吧 就马上上了另外一台的受体 就是他叔叔的手术 整一台手术做下来 我一出门发现天亮了 已经是第二天了 他们经过了移植手术的一个煎熬 终于迎来了新生 我看到他们健健康康的 我就最开心了 我非常印象深刻的是一个小孩 经过一些周祥的准备 这小孩做了手术 当时他11岁 这小孩非常聪明 他在学校里面是考第一名了 因为当时他是六年级 因为手术耽误了他 两个月的时间没有上学 他当年没有毕业 然后在第二年复读了 还是考第一名 目前今年他已经大学毕业了 过着一个新的生活 除了预差的手术 看病人 同时我们还在看中国七冠移植体系的建设 也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平公正 无强迫 无买卖的一个需求的 我们国家的七冠移植条例 有列明优先给予中国居民 包括港澳台居民 因此香港澳门台湾的居民 是合法合规的到中国内地去接受七冠移植手术的 澳门的七冠移植起步的比较晚 澳门自己没有常规开展七冠移植手术 不通 2016年澳门卫生局就启动了七冠移植体系的构建 我也成为了专家代表团 去参与澳门七冠移植体系的建设 2016年的11月份 我们团队过去做澳门首台的七冠移植手术 其实过去的20年 对于我们国家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 越来越的病人从香港过来 从澳门过来 大家已经慢慢的融入到祖国的怀抱了 这也是一个我们祖国强大的表现 我真正的体验到我们社会真正的融为一体 达到了一个命运共同体